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昨天大雄说了乌军收复安德里夫卡 其实在发稿前大雄就看到了第三突击旅说的A村 还没有完全拿下来消息 但大雄已经料到乌军已经彻底拿下这里 第三突击旅的意思实际是他们遭到了反扑 大雄相信乌军会消灭反扑的俄军的 这不,今日乌军再次官宣,彻底收复安德里夫卡 大雄已经猜到,这次乌军解决了俄罗斯援兵的问题 窜出去的小鱼小虾架不住第三突击旅一打 下面是乌军发布的消息原文翻译 9月15日上午,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亚素独立突击旅 正式宣布解放了顿截茨克州巴克木特区安德里耶夫卡村 此次行动的结果是俄罗斯联邦第72步兵旅被彻底摧毁 俄72旅就是那个因为在瓦格纳撤退路上埋地雷 旅长都被瓦格纳给逮住暴揍的旅 由于闪电行动,俄罗斯在安德里夫卡的驻军被包围 与主力部队隔绝并被摧毁 截至9月15日星期五上午8点50分 该地区的战斗仍在进行 乌克兰英雄继续在新的阵地上巩固阵地 两天之内装甲旅消灭了敌防旅侦查负责人 三个战斗单位第72旅的几乎所有步兵 以及战领者的军官和大量装备 我们的士兵承诺稍后公布具体俄罗斯人伤亡数字 和其他最有趣的行动细节 俄罗斯联邦第72旅的部队 在汉一些时候与第三亚速突击旅的冲突中 多次遭受重大损失和失败 虽然经过恢复和重组 但这次敌人遭受了彻底的失败 该旅发言人说 解放安德里夫卡是从巴格木特难以突破的途径 也是整个进一步同时 英雄们强调 乌克兰守军正在为这些战斗的结果付出高昂的代价 而我们每个战士的血也只能用血来偿还 该旅代表说在俄罗斯炮火掩护下的人浪冲锋中 和居民专家要求放弃的声浪中 乌克兰不仅没有放弃巴格木特 而且一步一步取得了战术上的重大胜利 为乌克兰整个东部战线的战略成功 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攻击 南巴格木特是个英雄的城市 乌克兰人是不会放弃自己的领土和人民的 此役乌军最大的收获是在进攻的同时 保持了火力封锁 尽管在全面收复以后 还有小谷俄军反扑 但是成不了气候 作为未来解放更多尝试打下坚实的基础 等待乌军战国统计 这次应该是全歼俄军72旅了 A村现在的样子 被韦内瑞拉支援军抓住的古巴人 白罗斯卡利诺夫斯基战队的战士宣布 收复了大K村目前尚无乌军官方确认 也无更多细节 等待后续报道吧 小K村还在激战中 93旅美女炮兵呼号女巫 今天发了新视频 没有说她在哪 大雄猜得不错的话 她在小K村 93旅应该在小K村 没有什么消息完全是猜测 这是乌军的战线图 苗伟兵在谨慎的帮乌军开手装备 与此同时 乌军30旅也在巴格木特北部收复失地 在布尔尔尔尔方向中部战场 乌克兰第47机械化旅 已经攻击到了新普罗科比夫卡 北的邮局附近 维尔伯维的周边高地战斗还在继续 东战场 新马约尔斯克的战斗没有结束 但是和安德里夫卡一样 这里我们只需要等待就可以了 西战场则没有新消息 鲍老师对着俄军阵地输出 顿尔尔尔尔尔方向 14日 俄罗斯人继续从北部攻击阿弗底布卡 但是坚守了9年的乌克兰部队 很娴熟地击退他们 在奥比特内 乌克兰部队应该在巩固和清理阵地 值得赞佩的是马林卡的守军 在周边两路乌克兰部队发起进攻的鼓舞下 这里的守军再次顶住了俄罗斯人的疯狂 人浪冲锋 守住了最后的阵地 赫尔松方向 乌克兰计划在赫尔松 俄罗斯控制的地内泊河沿岸 建立10到15公里的无俄罗斯区 以保障平民安全 乌克兰国防军程 乌克兰国防军将俄罗斯军队逐出赫尔松中的地内泊河河 目标是在乌克兰控制的东岸建立 10到15公里的无俄罗斯区 以保护平民 南方国防军联合协调新闻中心主任 纳达利亚胡美纽克表示 我们继续将敌人推出 以便将左岸至少10至15公里的地带完全清除 这将大大减少对右岸的袭击次数 这将使沿海定居点的居民松一口气 国民纽尔说 乌克兰控制的赫尔松州左岸的多个乌韩城镇和村庄 仍在俄罗斯炮兵射程之内 俄罗斯军队每天对定居点进行火力攻击 其中包括了该地区首府赫尔松 这些袭击经常造成平民伤亡 大雄认为 结合之前对克里米亚的打击 乌军很可能在这里发动进攻 一举击溃地内薄河左岸 俄军直倒赫尔松 有消息显示 乌克兰有意识地撤走了地内薄河右岸的部分居民 俄军苏三四向地内薄河右岸扔炸弹 结果精准命中了左岸俄控区的民防 这精准度我大雄怀疑 空天军不出洞 使俄陆军不让 我们再看几张图 一架乌克兰RQ-20侦察无人机 抵御了俄罗斯防空导弹袭击 两艘俄军22-160项目瓦西里贝科夫号 被海军无人艇击中并损坏 韩老师教BM30怎么做火箭炮 过去几天 乌克兰在克里米亚摧毁了价值 至少15亿美元的俄罗斯军事装备 9月15日 俄罗斯17架波斯无人机被全部摧毁 然后是一个好消息 乌克兰国防部长帕尔玛琼森表示 乌克兰飞行员已经成功测试了 瑞典英式战斗机 瑞典正在考虑将这些飞机派往乌克兰 昨日战国依旧是500来人的战绩 乌军太稳了 再来看看战场以外的消息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见了 韩交通部长袁喜龙 及一众工商界大老板 洽谈战后重建投资事营 泽连斯基将于下周再次会见拜登总统 大概是谈导弹和F16移交的事 英国前国防部长表示 俄罗斯不能利用其黑海舰队 对乌克兰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 也不能幻想乌克兰不会攻击这些 犯下战争罪行的凶手和凶器 关于俄乌战争 俄粉们最喜欢用的词就是唇亡齿寒 高明一点的会说支持俄是因为能为中国分担压力 然而实际上唇不会亡 齿也不会寒 俄罗斯在侵占克里米亚后 就事实上已经将自己推到了抗压位上 与中国毫无关系 在俄乌战争中 俄罗斯也完全没有与中方通气 若真将中国视为亲密无间的战略伙伴 何来此等不告而战呢 即便乌克兰战事不利 俄罗斯只要相对体面的撤出战场 以普京在国内多年的经营 也很难对他的统治造成动摇 美欧总不至于去诉求俄罗斯领土 何来唇亡齿寒一说 如果俄罗斯战败真的有什么影响 那就是在欧亚之间失去了长袖善武的纵身 地缘政治上中国将进一步取代俄的地位 占有双边关系主导权 这才是俄罗斯及其无数精神公民无法接受的 如果真有实质上的唇亡齿寒 国家必定不会继续维持表面上的中立 然而俄军在军事政治经济上的一系列拉垮的表现 也注定了他们没有与我们唇亡齿寒的资格 这才是所谓唇亡齿寒这谈浑水的意义所在 将俄乌战争简单替换为中美对抗 借政治正确掩盖俄罗斯在战场上的无能 强行以抬高级身价 强行捆绑中国关系 打破一带一路构想 限制中国在欧洲影响力扩展 让中国只能在这辆由俄罗斯驾驶的破车上越跑越远